艺术在鱼人村落地生根 作者 杨洪 万锦市鱼人村主节197号 使加拿大七人画派成员 弗雷德里克霍斯曼瓦利 Frederick Horstman Warley的故具 1912年瓦利由英国移民加拿大 就职于多伦多Grip设计公司 之后与其他几位画家形成加拿大七人画派 基于对加拿大荒野自然的爱 开创一种不同与欧洲传统的画风 独树一帜 其作品和精神激起了加拿大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成为加拿大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成长的重要精神力量 正如瓦利所说 加拿大大自然在这里尽显其伟大 1957年瓦利应她的学生凯瑟琳麦凯和其丈夫唐纳德麦凯 Kathleen McKay之邀 入住这对夫妻在主街197号的家 直至1969年去世 瓦利生命最后的12年中 就在这栋小楼里创作了大量画作 就在瓦利的画室里一块牌子上写着 艺术家要么清醒 要么永远的沉沦 这句作用名也鼓励了不少后来者积极探索艺术之道 1988年当时还是一个镇的万锦 买下了这栋小楼 并改建为一个艺术中心 Market Arts Center 凯瑟琳是瓦利得意门生 也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 她也是瓦利喜欢的画主题之一 凯瑟琳把她收藏的80多幅瓦利的作品 捐给了万锦镇政府 1989年她荣获万锦市成就公民奖章 Market Arts Center 承接艺术家的展览 并开办艺术培训 我女儿从小就在其儿童班中学习 养成了对艺术浓厚的兴趣 主街上的弗雷德里克霍斯曼瓦利艺术馆 Frederick Horseman Varley Art Gallery 建于1997年 共14000平方米 艺术馆常年除轮换展示镇馆之宝瓦利的众多作品外 更多的则是展示加拿大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而这些年轻的艺术家 又大多是移民的第二、第三代 他们有着加拿大文化的熏陶 更有本族裔文化的底蕴 成立于1992年的 Varley McKay Art Foundation of Markham 成为这场多元文化的组织和推广的一大力量 一个以充满活力的年轻艺术家为主体 多元文化为根基的鲜活艺术 在渔仁村这个古镇落地生根 并开化结果精彩分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